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 两独立母体的平均数的比较 我们这个题目是台大国企的考题 那我们看看里面的题目的内容 这题目的内容是 两家在比较 Local Pizza Restaurant 一个是local的 一个是branch of national chain 它是什么呢 这是国际的连锁店 那么现在这两家在去比赛 在做一个比较 它是说这个local pizza的话 在区域的这个区域的restaurant的话 他做了一个广告 他做什么呢 他说他可以比较快 他送这个dormitory 他们送到宿舍的话 faster than这个 他比国际的这个连锁店 要来的快一些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就做了一个记录 现在记录在下 什么呢 第一个 local的部分 他的时间 时间比较低 要这比较高一点 那这个是national的 这是国际的部分 这是local的 再来 他的标准差 这是3 这里是2.8 蛮接近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用的数字是12 12 都是小样本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呢 explain type 1 error 是什么东西呢 行一误差 而且这个行一误差 我们其实行一误差 就是所谓的显著水准 在假设点定来说是的 那么行一误差 如果是10% 我们能不能够去得到了一个证明 证明什么呢 他的声称 climb of local pizza restaurant 他的声称说 他们是比较快的 也就是这个数值是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先进行的是 第一个步骤 就是他要我们去解释 什么叫做type 1 error 那么首先 当然就先把这个 虚无假设先列出来 虚无假设 这边是 我们假设这个叫做1好了 这叫做2 那么现在我们说 我们习惯的写法是 μ1等于μ2 然后再看情况 再过来是 h1是 这边比较小 所以是μ1 小于μ2 好 那现在 什么叫做行一误差呢 行一误差是什么意思 行一误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正确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一下 这边是小于 那这边就是大于或等于 那解释的时候 可以用大于等于来解释 行一误差的意思是说 h0是正确的 我们却拒绝了它 也就是说 local pizza的时间来说 时间怎么样 它比它大 它花掉的时间叫9 它比较慢 但是 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 我们的检测 做了什么样的结论 检测后 得到了是什么 local pizza的时间 较少 它本来较久 反而会较快 就是说 我们h0是正确的 我们却 不小心把正确的去否定了 这就是我们的type1 error 那这是第一个件事情 好 那现在我们要做 这个平均数的比较了 平均数的比较 我们都知道 这是要用t检定 但是它也没告诉我们 是第一个 跟第二个母体 这两个母体的话 它的sigma一不一样 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要去做的什么 第一步 我们要去检测 sigma sigma1的平方 等于sigma2的平方 我们先检测 它一不一样 不等于sigma2的平方 那现在 我们就看看f值 f值是s1的平方 除以s2的平方 一样的 这个是标准差 这是s1 这是s2 所以我们要平方 这是3.0955 除以2.8662 各式平方 我们就合在一起平方 没关系 我们算一下 这是多少 这是1.166 我们计算一下 算出来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 我们要把我们的 临界值找出来了 这是一个双围检定 它要的是什么 10% 所以这个地方双围 这边我们心里要知道了 这边是0.1 那这边就是0.05了 这也是一样 0.05 那么 我们发现 这个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 发现两个都是 这是12 那自由度就11了 两个都11 那么f我们就查的是什么 f 0.05 11 11 这个呢 这个更好了 这个就是直接两个的导数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把f f的表 f的表 先找到 好 表在这边 表的话呢 是f11 11 是在多少呢 11 11 是在 2.82的位置 2.82的位置 好 我们拿掉 2.82的位置 那这边就是 2.82分之1 那么我们题目是多少呢 我们算出来的是 1.166 当然 再落在这里面 所以 我们这边不用再计算出来了 因为 这是小的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大的 好 那我们就直接写了 接受h0 接受h0的意思就是代表 这两个母体是一样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sigma1的平方 是等于 sigma2的平方 这是我们是接受的 如果是接受的 那么我们要算 这个用t减定的话呢 要算的是 一个pool的 就是所谓的 加全的 这个t 那现在我们就来先算 加全的t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 计算上来说 比较麻烦 但是 我们慢慢算 一定可以算得出来 那现在我们下一步 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 h0 mu1等于mu2 mu1减mu2 好 等于0好了 h1 mu1减mu2 是小于 是小于0 我们是 mu1 小于mu2 这是我们用 用的是原来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好 那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算t值的时候 这个地方 如果是相等的时候 t值就会 要用到的是 这叫做 pull 就是加全的这个s 加全的s的话呢 这个地方来说 是多少 n1加n2 减2 自由度各自是11 11 那这边就是多少呢 22 然后呢 再过来的话呢 是 这边自由度是 11 乘上他的什么 这是平方了 这是他的标准差 这边是3.095 这个的话呢 也是占11 这多少呢 这是2.8662 的平方 这个我们算一下 这边是多少呢 这边是8.89 好 那现在我们再继续算下去 t值是多少 t的算法 就按照原来的规则了 s1bar 减掉s2bar 减掉mu1 减mu2 这边的话呢 就要用到的是sp 根号 n1分之1 加n2分之1 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也要开根号 这边要开根号 这边算出来 上面是几呢 上面是 16.7 减掉 这边是18.88 这边是 8.89 再乘上 根号 这是12分之1 加12分之1 来我们算一下 这是多少呢 这边是负的 负的 1.79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t值 那现在我们要去查表 查表的话来说 我们要看的是t值 这是小域令 这也是左尾的检定 这边的自由度 自由度是多少 11加11 22 来我们把这个表叫出来 表的话来说 这边是自由度是22 然后是0.1 题目告诉我们是10% 0.1 这边自由度22是多少呢 1.321 所以这边的t值是 负的1.321 那么我们的负的1.79 是在哪里 落在 这个红线的位置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结论显著 也就是说 拒绝H0 拒绝H0 就是代表什么 就代表的是 接受H1 那么 现在 Local的这家披萨的话 它的宣称 我们能不能接受呢 我们能接受了 就是说 它确实是 比较快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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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